麵包 烘焙類 這些東西也含有 雲乾 對 為什麼 雲乾算 對 因為他們裡面有些會加一些蓬鬆劑 他講完以後是不是就擦三根香 聞一聞就好了 沒有東西吃了耶 麵包也不能吃 白飯也不能吃 前提是你是有慢性腎衰竭的一個階段 你就是要限制你零的部分 節食不算衰竭 不是啦 你跟那個沒關係啦 我越聽腎臟越痛你知道嗎 其實沒有啦 你看你年齡從30歲能吃的這個東西 並不代表40歲能吃這些東西 對啊 到50歲又更 本來就要節制 越來越少了嘛 到80 90歲吃的東西更少了 對啊 而且其實像那些麵製品啊麵糰裡面 都也含有零 所以很多人其實像一般全骨類 像通常我們營養師最常用都是因為 糖尿病然後引發的一個腎臟病 可是在糖尿病的營養師會建議你要吃全骨類啊 要吃糙米類 可是當你又進到又有合併慢性腎衰竭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就會不建議再吃這些全骨類的 因為他們外面的那層殼糙米類 它其實也都含有零的 那不正常的人他要吃什麼代替主食啊 我們就會建議大家就是蛋白質低的主食類 譬如說像 冬粉 或者是 米粉 對 這一類的東西 就是看起來也透明 那至少在主食類是可以減少一些蛋白質量的涉及 對啊 這樣會吃膩喔 澱粉那個飯不行嗎 飯裡面有蛋白質 因為我們 因為你看到一碗飯 大概一碗飯八分滿好的 它裡面就有八公克的蛋白質了 其實算 偏偏有這種病人又特別喜歡吃這個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去做取代 就是你可能一餐可以吃 但是你下一餐你可能就是取代一下 不然就是你的選擇性就會變得很少 要節制啦對不對 對 那其實高甲如果對我們剩功能正常的病人 高甲的飲食 像那些生機飲食 蔬菜水果裡面都是高甲的 這些反而有助於降低血壓 對 所以其實不用過度恐慌 但是你一旦你進入了 如果你被確診你有腎臟病的時候 當然你這些食物就要有所限制了 但我們講腎臟病 如果你又進入到洗腎的時候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其實到 其實我們透析的過程 會把你一些被污毒素甚至營養都帶走 所以我們在洗腎檢視說 你要低蛋白飲食 以免進入洗腎 萬一你不信 你就是真的進入洗腎了 所以一旦洗腎就亂吃囉 不是 不是不能亂吃 但是我是說 適度的解放 我想說適度的解放 對啊 可以找回人生的樂趣 因為我們洗腎之前的話 其實到時候病人都吃不下了 那個都是全身水腫 噁心嘔吐 死不下 一旦洗的時候我覺得 哇 我的人生一片美好的人生 重新開始了 那我們要如何解讀那個 那個驗出來的那個腎指數 像那個剛剛洪醫師說 我們有兩百萬顆那顆 對 基本上我們腎臟 就是我們腎功能 剛剛是洪醫師有說 過去有分五期 那五期是以腎絲球過濾率 腎絲球過濾的程度來算 那正常是在100分以上 那你洗腎的病人的話 大部分都在15分以下了 15分 15分以下了 所以這個是 但是腎絲球過濾率是我們抽血 我們大概最常用的是 抽血中的激霜肝 來換算你的 你的腎功能有多少 了解 馬上去抽 對 所以 所以其實要這麼 但是我講 大家有個正確觀點 我說 等到開始洗腎之後 飲食濕度的解放 但是一樣就是 你要避免高齡 高齡高甲的時候 你還是得避免 還有另外一點很重要就是 水分的控制 因為其實透析病人到後面 他們都已經沒有什麼尿了 就是你兩天到三天的尿 是靠我一次透析四個鐘頭 把你水拉出來 所以我們有些病人 如果要水分控制不良的話 他可能四個鐘頭裡面 要幫你洗到四公斤到五公斤的水 那是很誇張的事情 就是我們血管裡面的水 也沒有那麼多 那事實上 我們一開始要跟他拉五公斤的水出來 是從血管裡面拉出來的 那你血管在拉水的時候 血管的滲透壓升高 要從周邊組織 再把水拉回血管裡面 可是當你血管回收水分的速度 來不及你洗腎速度的時候 比較慢 對 就休克了 休克就會低血壓發生了 所以其實透析的病人 要非常注意水分的控制 尤其是你碰到週末的時候 碰到週末因為會隔兩天來洗腎 如果你是洗一三五的病人 洗禮拜一 禮拜三禮拜五的病人 那因為禮拜五到禮拜一 是隔了三天的 多一天 多了一天 那因為病人每天 而且有時候週末聚餐 大吃大喝 所以禮拜一一來 所以禮拜一會比較慘 禮拜一很難洗喔 禮拜一很難洗 就是通常要分中的兩三公斤 我們還可以把水分洗掉 有時候禮拜一來 七公斤 八公斤 我問他 不然你怎麼這樣 我知道我們家帶來媳婦 有人天天洗的嗎 沒有啦 就是洗禮拜一三五或二四六 所以洗腎最多是一個禮拜洗三次 健保給腹三次 不是 如果他錢不是問題 沒有 如果有需要 在國外有這類的模式 就是每天洗腎 當然洗得比較緩和 這種統計出來一些住院率死亡率 都是比較理想的 因為我們腎臟是24小時在排除尿液的 為什麼會定出一個禮拜要洗三天 很多我的病人會說 洪醫師我可以一個禮拜洗兩次就要省一次 那我們講這是我們洗完之後尿毒就往下降 降到很舒服的程度 可是你能累積多久 你能撐多久呢 我們講說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的兩顆腎臟偷走 你可以活多久 大家去思考這個 我心臟偷走是馬上就死掉 腎臟我們就開始排不出尿液 我們就開始累積尿毒 一般大概一週之內就會死掉 一週之內 所以很多洗腎病人 我們講說為什麼要洗三次 他洗到累積到第二天還OK 第三天就有一點怪怪的 有點喘喘尿毒味跑出來 到第四天有時候頭暈了 有些人身體比較虛弱 第四天就有死亡的風險了 所以說很多時候你看那個有沒有 颱風天什麼山區道路崩塌 我們用直升區去把病人接下來洗腎 為什麼因為他再撐久一點 有可能就會過世 他之前有一個老人家 他也是就是三高然後腎臟病 那他去因為開刀 開完刀之後 他就在病房裡面拿到一個衛教單章 衛教單章上面就寫說 開完刀之後要多補充一些蛋白質 你要多吃一些肉類 什麼的 那他就很開心喔 就見列心形 然後他太太就是也是整天幫他 就是準備這些牛肉啊 牛肉湯啊這些 幫他補身體 希望他的傷口可以長很好 結果也是差一點 就是弄到就是要犧牲 因為他其實本來就有慢性生臟病 又沒有控制那個肉 蛋白質的量 而且其實我們蛋白質希望說 你攝取的是一些白肉 像雞肉 盡量不要攝取像牛肉那一類的蛋白質 可是大家會覺得 術後一定要喝牛肉湯嘛 牛肉湯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是他有刀夾 所以其實像這種 慢性腎臟病患者 開完刀其實就是不要亂補 不然其實很容易有一些 心臟方面的危害 或者是腎臟環瘟 這兩天還是吃牛排 沒錯 瓜哥要保重 我今天還在煮那個 紅酒燉牛肉 是 是 皮膚就要注意身體的狀況 不要有僥倖的心態 認為我沒症狀就好 其實我們不是僥倖 你還是去檢查 去打掉好了 打掉 心裡想我可以跟他共存 講完三個禮拜我就掉下來 我覺得我會半夜掉下來 有可能 好 謝謝大家 很多人尿尿有泡泡 就以為腎臟有問題 其實不然 在正常生理情況下 尿尿會排出極為量的蛋白質 有時候早上第一泡尿 有泡泡 那有可能是 昨天一整天沒有喝水 尿液過度濃縮所 有時候激烈運動過後 或攝取過多的高蛋白 高熱量食物 也會造成短暫的泡泡尿 這個都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的泡泡尿頻率 越來越頻繁 務必積極觀察 觀察什麼問題 在你上完廁所之後 十分鐘再去觀察你的小便 看有沒有還有很多微小 不會破的泡泡 這個就是蛋白尿務必就醫 你喜歡吃宵夜嗎 小心宵夜 可以讓你的健康亮紅燈喔 日前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指出 如果你喜歡在晚上八點到早上五點這中間吃東西的話 你的壞膽固醇可能會比常人高三到六個單位 進而提高你罹患中風或者是心肌梗塞這一類的疾病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建議睡前三小時就不要再吃東西了 如果真的很餓怎麼辦呢 我們還是要避免一些高油脂高糖分的食物 改吃水煮蛋或者是低脂牛奶喔